大家好,我是熊猫的媳妇萌猫 感恩节就要到咯,每年到了感恩节啊 我是不爱吃干不拉几的烤火鸡 所以呢,感觉都是在过双十一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感 这周四,美股也会因为感恩节休市一天 但周五,也就是星期五,则不完全休市 会到下午一点收盘 有期权到期的朋友,该来的还是躲不过啊 周五,靠着到期期权赚一笔的朋友也别太激动 转身奔向商场,搞不来花的比赚的还多 我们言归正传啊 相信关心美股的朋友都会想啊 感恩节加上黑五,全民都在购物 那美股的走势是否会受影响呢 会不会都赶紧平仓拿钱去购物去了呢 又或者无心关注股市了 交易量低迷,来个大跌 其实呢,根据标准普尔500指数 总共上涨了37次 唯有两次下跌 出现在1964年以及2018年 是不是突然感觉发现了什么玄机 不过呢,虽然数据摆在这儿逻辑啊 却说不通 并没有什么固定的依据 说明感恩节前后股市一定会大涨 所以人们一直称其为感恩节的节日效应 你说它是无法解释的玄学也行 其实除了感恩节的节日效应以外啊 美国市场还有挺多玄学的 你比如说如果将美国的火机尺寸 跟标普500指数做个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两者在过去十年间里 竟然一直都在稳步上升 再比如说啊 美国基金经理当中拥有家庭和孩子的不在少数啊 7月中旬到8月底 也就是这些基金经理的休假高峰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开始暑假休假 因此呢 基本每年7、8月份 美国股市的成交量都会相对少一些 当然了玄学归玄学 我们看看就好了 玄学确实可能会造成市场短期的扰动 但是对于长线投资者 投资还是要从本质逻辑出发 比如说这两天 关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连任的新闻 对美股市场利好 这就是符合逻辑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觉得鲍威尔连任 我起码觉得对今年的股市来说 是起积极作用的呢 首先这个靴子落地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鲍威尔连任后呢 一切都会保持一致 虽然鲍威尔他是一个鸽派 但他也不会太过鸽派 因为他已经制定了未来六个月的缩表计划 他还说过 如果通胀太高 会对政策进行重新调整 因此市场很欢迎这个连任的结果 不确定性消失了 同时呢 由于更关注气候变化 收入不平等等问题的布雷纳德 将会和鲍威尔形成搭档 他们也会形成一种互补 在市场看来 美元指数突破96后 短线将会有望冲击去年三月的高位 在这种情况下 美股的圣诞反弹行情 可能会延续到年底 市场会利用最后一点点的货币刺激利好 继续推升市场 总之呢 萌猫是比较看好整个今年年末 在假期刺激之下的市场走势的 整体是看好的 但不妨碍 它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回调 节目的最后 萌猫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感恩有你们 萌猫祝人